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因为爷爷他本身有三个子女 是一样确诊口秘乃挺 所以在住院及居家隔离的状态 我们担心他回家之后 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所以就是跟医疗科讨论之后 决定再让他留院七天 当作检疫旅馆居家隔离这样 爷爷的手机是那种传统的那种 掀盖式的 就是一个什么 视讯的功能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那爷爷因为常常会跟我们说 他觉得他自己好孤单 然后觉得同仁就是 想办法用公务机给他一个平板 然后我们每天 就是会跟家属约好时间 然后同仁带着平板进去 陪爷爷视讯 然后让爷爷可以就是看看他的家人 因为爷爷一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认不太出来谁是谁 因为他就觉得每个人都包起来 然后又口罩又面罩的 可是爷爷他会记得那个身形 他就会问同仁说 你今天又来上班了 之后同仁发现 这样爷爷一直不知道他们谁是谁 就记得这个身影 今天是他 然后明天又换另外一个身影 所以同仁就发行 就把自己的照片印在纸上 贴在自己的隔离衣上面 跟爷爷说这个是我 然后也让爷爷知道说 这些身影的名字都是谁 这样 然后也让爷爷觉得说 不孤单了 因为其实除了用视讯平板 提供他跟家人之间的连接之外 其实同仁跟爷爷的连接 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互动 来 转过来 镜头 来 转过来 镜头 饭好不好吃 好棒 好棒喔 一定可以出院了 謝謝他自己的努力 謝謝我們所付出的努力 終於看到了成果